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刘邦凭借超前的眼光,没有选择推翻秦朝的政治制度,而是将秦制沿用了下来,并加以改建,形成了汉出的郡国并行制。 而刘邦就是最为尊贵的皇帝,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刘邦刚登基的时候,他的父亲刘太公还活着,刘邦成为了皇帝,那就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 即使是亲爹,见了他也要行礼,父亲拜儿子在古代是极为不孝的事,但是刘邦的皇帝地位在那摆着,不会有人比他更尊贵了。 而刘太公只是一个百姓,向皇帝行礼是应当的,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于是刘邦翻阅史书,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这个办法甚至让后世的开国皇帝们沿用了两千多年。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刘邦历来被人们称为流氓皇帝,这是因为在他发家之前,还在老家沛县的时候,真的几乎就是一个游荡在街头巷尾无所事事的流氓。 相传当时刘邦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也就没有什么收入,完全靠吃家里的维持生计。 有的时候,刘邦为了节省一顿饭钱,会在饭点准时到他大哥家中蹭吃蹭喝,甚至还会带一群狐朋狗友一起来蹭饭。 然而他大哥去世早,家中其实只有大嫂一个人操吃生计,在当时那个年代,百姓家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更别说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了。 大哥家本来条件就不好,然而还要时不时应付刘邦的蹭饭,这让刘邦的大嫂非常不高兴,但是又不好直接拒绝小叔。 于是在一次刘邦带着客人来蹭饭的时候,就故意将锅碗寡蹭出生意来示意没有饭了。 刘邦听到之后,知道没有饭待客了,于是就将朋友们带出去吃了一顿,然而在回到大嫂家之后发现竟然有饭,于是就埋怨大嫂小气,甚至之后刘邦登基称递了封赏刘家人的时候,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认为大嫂让他非常没有面子。 于是就将大嫂的儿子封为了庚邪猴,可见刘邦的心胸其实并不算宽广,然而即便如此,刘邦在该给家人面子的时候也不会含糊,在他登基之后就将父亲刘太公接到了皇宫中居住,让老人家经过了这么多年磨难之后也享受一下,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天下不可能有两个皇帝,他自己是大汉开国皇帝,那让他的父亲刘太公要以什么身份自处呢? 要知道,古时候人们将孝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不是只有儒家才倡导的,即使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孝也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准则,而孝道要求长幼尊卑有序,孩子的地位天生就比父母低下,对待亲长,是要恭恭敬敬请安并进行侍奉的,并且越是身居高位的权贵人家越是重视这一套。 因为这不仅是孝道的要求,更是宗法制的要求,然而刘家的情况就出现了,即使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孝道,也不知道应当怎么进行处理的情况,刘邦身为刘太公的儿子,生来就是应该拜见父亲的。 但是与此同时,刘邦又是全天下最尊贵的皇帝,刘太公再怎么封赏地位都不可能比刘邦更高了,除非刘邦让位给刘太公,让刘太公当皇帝,这样刘邦才能理所应当地参拜父亲,但是显然,这样做群臣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只有将天下打下来的刘邦,才是他们甘心侍奉的君主,刘太公只是个农家老头,他算什么。 而刘太公也很自觉,知道儿子现在有身份地位了,不是能随便拜见别人的人,于是甚至某天带着家人们主动去拜见儿子,这可怎么使得,虽然刘邦不是什么孝子,甚至当年项羽俘虏了刘太公,威胁刘邦要将他爹做成肉汤的时候,说过分我一杯羹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但那也不是在和老爹面对面的情况下说的。 如今父亲和其他长辈们面对面跪拜自己,这不是让刘邦折寿吗?于是刘邦赶紧将刘太公扶了起来,并宣布从此以后父亲不用拜见自己,但是仅仅这样做也不是个办法,刘太公的身份和地位到底应该怎么定,还是一个让刘邦非常头疼的问题。 如果刘太公在刘邦登基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那事情就要简单许多,对刘太公只要遵一个皇考就够了,毕竟考本就只去世的父亲,那皇考就是皇帝去世的父亲。 但是如今刘太公还好好活着,没有将活人叫做先考的道理,这简直就是咒刘太公去死,于刘邦也是一件非常有损德性的事,会被臣子们诟病,于是刘邦在发愁的时候就开始翻阅以前的史书,想要从理智记载上找到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没想到不仅让他真找到了,例子还近在眼前。 时间倒退几十年,当时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成为了全天下的主人,并为自己这个无上尊贵的位置起了个名字。 皇帝,在秦始皇称帝之后,便对一些其他皇室成员们的身份地位进行了重新命名,这其中就有他的父亲秦庄湘王营一人,秦朝建立之前,人们称呼前一位王都是先王,但是现在国家的元首已经更名为皇帝,先王自然就不合适了,简单改为先皇,当然也可以, 后世很多皇帝也都是这样用的,但是对于身份前五古人的秦始皇来说,就显得无法凸显出秦国皇室的崇高地位,于是就将秦庄湘王尊为了太上皇,刘邦看到这个称呼之后满意极了,因为秦始皇和他的情况非常相似,秦始皇是登基之后要给父亲追封一个崇高的地位,而他自己也是登基之后要给父亲一个崇高的地位。 尽管秦庄湘王当时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处境和刘太公确实一样的,刘邦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地位比皇帝尊贵,但是又没有实际权利的称号。 于是这之后,刘邦果断将这个想法下达了群臣,效仿秦治,将父亲刘太公尊为太上皇,臣子们也认为这很合适,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于是刘太公就这样成为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的太上皇,同时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当过君主,但是却成为了太上皇的人。 刘邦的这个决定显然让后世的皇帝们非常认同,在此之后,皇帝们借鉴刘邦的经验并稍作更改,许多朝代的开国皇帝都对先祖进行追风,将往前几代的祖辈父辈尊为皇帝,通过这样操作,开国皇帝们既能为自己的家族镀金,又能顺理成章将祖辈父辈尊为太上皇,一举两得。 刘太公曾多次责备刘邦的懒散和不务正业,但他的批评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刘邦只是不以为意,继续在外游荡,却在不经意间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刘邦建立大汉江山的重要人物,如樊快、萧和、张儿、夏侯英等。 然而,这一切在刘太公看来都是不重要的,他只看到了刘邦的浪费和无所事事,只能任由他自己去折腾,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个孩子会逐渐茁壮成长,从亭长一步步走到佩宫,再到伟大的汉朝天子。 刘太公是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并没有深思熟虑,他默默耕耘在自己的田地中,为家庭的温饱而努力。 他还没有来得及理清楚其中的奥秘和传奇,就陷入了楚汉争霸的漩涡之中,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之一,刘邦坐在宫殿深处的玉座上,思绪晚千,他已经成为大汉天子,但与他的父亲刘太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块石头,尽管刘邦当上了皇帝,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对父亲的孝敬远远不够,对待礼义廉耻也有所疏忽,当他得知父亲要对他行大礼的消息时, 刘邦内心感到非常不安,按照传统规矩,作为儿子,他应该每日向父母行礼,但他一直没有尽到这份责任,现在却反过来了,让父亲向他行礼,这在他看来是不应该的。 刘邦陷入了思考之中,他渴望让父母过上安稳的晚年生活,而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任何繁琐的礼仪束缚。 最终,他想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册封刘太公为太上皇,这个决策意味着刘太公也成为了一位皇帝,有了尊严和地位,与刘邦之间的伦理关系得到恢复,刘邦深知这一招妙处所在。 他知道,这样做不仅能解决自己内心的不安,也能让父亲过上尊贵的晚年生活,刘邦将这个决定公之于众。 不久后,其他后来的皇帝也纷纷效仿,将自己的父亲册封为太上皇,然而,在整个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刘太公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他太上皇不同的是,他从未真正做过皇帝的角色,这凸显了刘邦对孝道的极度重视,刘太公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的地位在历史中独树一致,刘邦对孝道的关注和尊重,让他的行为与众不同,这个故事也因此成为了孝道的经典之一,人们以此为榜样,传颂着刘邦对父母的孝心和智慧,在那个充斥着权谋和残酷的时代,刘邦用他的智慧和感恩之心打造了一个家庭关系的奇特篇章,让世人对他的敬爱被加。 他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更在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邦的伟大和他对于孝道的至高追求,刘邦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矛盾,他们之间的情感并没有那么极端,也没有那份理想中的完美。 然而,这样的情感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因为生存的压力让人们只能专注于基本的生活需求,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艰辛的年代,人们所关注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刘邦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一直努力工作,养活了五个孩子,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其他事情。 只是默默地为家庭奉献,刘邦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与父亲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刘邦常常外出游荡,沉溺于酒色之中,对于父亲的责骂也视若无睹。 他似乎只关注于享乐,而忽略了父亲的辛勤付出。